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1月14號 然後是晚上快9點鐘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 每個禮拜四命運自己又更新了 這一次更新的東西呢 這個算是慣例吧 然後是這個什麼 狗狗的願望 那個是納普圖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ission Pass 每一次更新都要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活動 這兩個Trial的現實任務 因為要課金嘛 而且還要課很多金喔 這個我從來沒課過所以說這個就跳過 那另外這個Plan Party的現實活動是上個禮拜的任務 那當時呢你打世界王的那些 道具換一換的 只能夠解完一個喔 然後其他人的話都停留在 大概是還差20幾個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次這個狗狗的願望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狗狗願望 這個地下城的話基本上你就是 要上這一次的兩個 這個新角色嘛 閃亮納普圖跟這個 亮眼納維斯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亮眼納維斯 這個是他這應該是輔助吧 沒有錯是輔助 然後他會有70% 最高攻擊力的盟友無視反射 無視反射 所以說你攻擊有反射的敵人 就蠻適合的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SS 造成傷害然後是3名目屬性的盟友 然後Skill量表充能加40% 欸是加40% OK然後70%賦予時間扭曲 移除目標全部的時間系簡易 然後Skill量表充能速度增加40% 喔PVP喔 PVP的話有70%機率使3名目屬性的盟友 持續傷害簡易無效 所以他這個是適合PVP的角色嗎 然後這個 隊長增益目屬性 哇加這麼多 這有點像是那個提斯貝吧 沒關係到時候點火不知道適不適合喔 然後再來看一下大招 這個迅爛之星 也是賦予目屬性的盟友 所以說你要上PVP一次上3個目嗎 好像很少看到這樣的組合 大部分都是光阿水阿這個樣子 好然後這個什麼Skill冷卻時間這個樣子 好那也許之後目屬性的這個神角會越來越多吧 好然後再來是水屬性的納普圖 納普圖常看到就是光屬性的那一個 好這個是防禦型喔 這個有70%機率使這個最高防禦力的弱化簡易無效 好然後這個SS是自身挑釁 好像那個防禦型的角色都會有這個 還有冰盾喔 受到攻擊的話這個防禦力會增加 而且攻擊者的Skill量表 充能速度會減20% 然後又是PVP PVP中有70%機率使三名水屬性盟友的弱化無效 所以說這個要配合水的 然後大招是閃耀舞台 對隨機三名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賦予三名水屬性的這個盟友 這個冰盾喔 OK就是說別人打他的話 你會受到這個減低Skill量表充能速度的這個debuff 好然後PVP中 100%機率使五名水屬性盟友 弱化簡易無效持續16秒 不過這是限定PVP啊 你要組五個水屬性的這個角色嗎 好那這個總而言之這個解法就是 你點第一個任務 然後呢我們就選擇這個自動戰鬥 然後繼續一口氣就把所有關卡打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日常的獎勵喔 故事收集的獎勵這個跟之前都差不多齁 基本上每天有玩的話一定可以解完全部的 但是他這一次活動任務有點不一樣喔 欸他這個是每天都會有這個基本任務齁 所以說你每天至少要打八次嘛 你看一二四八次各會獲得一個獎勵 可是喔我們看這個東西 欸Plan party自選箱又出來了齁 所以說你每天都可以獲得兩個自選箱喔 那這次活動應該是兩個禮拜吧 我一起兩個禮拜因為這邊寫剩餘13天嘛 所以說一天兩個然後這個大概是 總共是14天吧 所以會獲得28個自選箱 那28個自選箱呢我現在我已經解了一個齁 這是獲得一堆的這個角色 然後上次那個影片一隻五星都沒有 那這一次呢這一次可能我就會來選擇 呃上次我想選的這個核心吧 欸說不定也不是核心 欸我核心叫15個那我現在有28個嘛 那這樣子我還剩13個 呃也沒有辦法讓兩個角色都都打到滿喔 所以呃這個好猶豫喔齁好猶豫喔 我想 呃搞瑪腦的話這樣才多少 15萬35萬的搞瑪腦 35萬搞瑪腦好像好像也還好嘛 欸不過他這個有鑽石欸 好吧到時候再來煩惱吧 那就是呃每天解這個什麼狗狗的願望之後 就又可以獲得那個螢光棒喔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欸剛剛是說 這個狗狗的願望任務啊 因為他的那個呃這個什麼指定角色齁 這這這這兩隻都是新的 那我們再繼續回來看這個Mission Pass喔 好剛剛一扯扯遠了然後我們繼續看 欸必中現實 呃召喚現實任務齁這個也是一樣固定的齁 不知道從哪次更新開始 每一次這個有新角色都會這個樣子 然後養成任務齁 我培養到50級60級加1加2加3加4這些都一樣的 那我至少齁也也不是至少 我每一次都是掛到50級就好 因為60級你還要進化還要再練 這個我就我就有點偷懶喔 所以我至少都是會掛到50級 拿到1500的這個水晶喔 好然後下面又有兩個新的喔 一個是這個麗莎的現實任務 呃OK那個什麼呃主線劇情又又又又又開放新的 不過這個東西送的不多啦所以還好 那莫娜的現實任務呢 試用工藝石嘗試鑲嵌到S級喔 哇現在沒有那個那個鑲嵌的那個 那個機率加成 所以說我們來看齁 使用200個武器使用100個工藝石 可以再獲得一些東西 呃還好我之前都有存喔 但是存的夠不夠多咧 欸鑲嵌到一次S級會可以獲得3個5星的飾品券 然後鑲嵌到2次S級 呃A級的飾品券3個 鑲嵌到3個S級 3個S級喔可以獲得溫泉 溫泉造型 呃溫泉造型喔 會可以獲得5個喔 好像好像也是不錯齁 好像也是不錯 像我的那個什麼 欸波摩娜 我就一直沒有獲得他的溫泉造型喔 所以說可以拼拼看喔 因為3次S 我應該應該還好吧 3次S 好然後上線的話 又有一堆東西可以領喔 來領一領 呃這個是 噢 惡豆雷台這個每次都有 好這個是惡豆雷台沒有什麼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啊 呃 You have new rewards 呃 這個世界王 我才打1000萬 這樣子又有五星喔 我1000萬大概是我 玩命運之子裡面 最高的紀錄了 好看看我世界王有進步 欸 欸亞巴盾也不錯喔 因為在打水王的時候 亞巴盾有上欸 因為亞巴盾他有那個什麼 呃四連級嘛對不對 所以我亞巴盾我也有在練喔 因為之前那個時候看 大家在那個 打水王的攻略的時候 大家都有亞巴盾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練 所以我都是 我是上那個什麼 福 福雷達是不是啊 就是其中一隻那個世界王 然後那時候看到很多人角色都是那個亞巴盾喔 所以現在亞巴盾我也有在練 哇最近抽這個十連抽真的是 一隻五星都沒有 好我們把這個亞巴盾來合一合吧 這個應該這個也是這個 打活動後高傷目屬性的角色 好突破界限 OK好加四喔 欸還沒有 還沒有六星喔 OK 沒關係慢慢練喔 那我現在六星的話 嗯 我現在就是把一些四星的肥料角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探索吧 大概都這個樣子 反正這個也是屬於每天的任務之一 放一些四星的角色 然後如果是說 嗯 這個 假日啊 要掛網的時候 因為假日有經營值加倍嘛 假日就會去掛一些這個 剛升上這個六星齁 然後等級回歸為1的這個角色 好 這是日常任務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抽吧 為了這個任務 呃看一下 公益的喔 不然等一下拼一個S好了 看看要拼多久喔 好 那我們就先來把這兩個角色抽到 第一個是亮眼維納斯 第二個是閃亮納普圖喔 呃15次齁 15次必中 嗯 幾乎之前都是在10次之內 然後來試試看吧 好 亮眼維納斯 如果是可以再5次的話 那就剛剛好耶 喔 第一次又中 喔運氣不錯 這樣也是神水晶啦 OK啦 因為5次的話 就是一個溫泉造型嘛 唉唷 唉唷 還兩隻耶 哇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 喔 一次兩隻耶 喔 鑽 這超級鑽 好 然後呢 我們先 這是光屬性的吧 然後而且還可以這樣子合上去之後 加1還可以解這個mission pass的任務喔 呃 他是光屬性的嗎 亮眼維納斯 看到亮眼應該是 看到亮眼應該是光屬性啊 還是我看錯了 呃 他是什麼屬性啊 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稍等一下 啊 他是目屬性啊 抱歉 我看到亮這個字就會想到光屬性 所以他是目屬性的齁 好 目屬性 呃 在 應該排在比較後面 好這個地方 好我們隨便來給他突破一下 這樣子也算解了一個mission pass的任務喔 因為是加1嘛對不對 新角色 好再來喔 納普圖 OK 閃亮納普圖 這個是水屬性的角色喔 水屬性的角色喔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防禦型的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取代雅典娜呢 這樣可以組一隊泉水隊喔 好 呃 第一次沒有中 好沒關係齁 再來 再接再立 嘿 新的角色應該都有這個點火的屬性了齁 第三次也沒有 呃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什麼 非洲條蠻喔 這邊這邊這邊齁 不要急著抽喔 這個很重要喔 五星的券 好 然後我們再 我們再繼續抽吧 非洲條蠻啦 呃 已經抽三次不中了 第四次 看第四次會不會中 第四次不中的話 那我就可以抽到第五次 就可以解一個任務了 啊沒有 好 那就第五次了齁 第五次了 好 Mission Pass的必中任務 解了第一個了齁 解了第一個 這樣中的話也算是好運啦 啊沒有了 哇哇哇哇哇 第六次了 糟糕了 第六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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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還是沒有 第七次 第七次 那這樣子我 我兩隻腳就加起來八次了 哇 第八次 希望我的水晶夠啊 應該夠吧 我幾乎都沒有再抽耶 哇 第八次也是沒有 好 第九次了 第九次呢 乾脆讓我抽到第十次好了 啊真的第十次了 第十次我記得還會還會回饋我 水晶的樣子 我忘記了 正好是我第一次解到第十次 哇真的耶 天哪 水晶夠不夠 啊水晶應該夠啦 哇這第十一次了 我不會真的抽到保底了吧 第十一次 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 哇我第一次 第一次運氣那麼差 還好平常都 平常都在存水晶喔 第十二次中 第十二次中 好看來水晶還是不要亂花 哇我花了多少水晶啊 原先有五萬多水晶 現在只剩下 兩萬三了 兩萬三了 好沒關係喔 這個 我記得十次 他有回饋一點點水晶喔 這個 3375 3375 好第一個是溫泉造型 然後 重複兩個溫泉造型呢 就是 可以來換那個 好感度喔 好感度的話 溫泉造型在這個地方 打開 溫泉造型 再開一個 應該轉換一個四萬多好感度 對對對 40 380 好感度 我這邊可以用嗎 這什麼東西 這哪個角色啊 沒有我剛剛抽了那麼多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一堆的肥料了吧 好然後再來喔 這個是剛剛那個 抽到這個 兩個一樣的這個 維納斯合成的這個加一 好那再來就是說 你在打這個狗狗的願望啊 然後放一些強的角色 然後再放這兩隻角色 點數就會比較多喔 這樣子刷過去 那基本上呢 這次更新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主要就是說 每天解這個狗狗的願望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個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個 這個螢光棒 然後又可以把一個 一個任務給解到滿喔 話說回來還有一個東西可以 可以玩耶 就是 就是來刷一下那個什麼 刷一下那個屬性吧 S級喔 S級其實 其實蠻難的 來看看喔 暈眩迴避率 這個裝備還不錯 我要不要洗 呃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我也還在 我也還在摸索 瘦到額外檢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洗的也是不錯啊 好 有哪些角色要洗呢 呃看看喔 長蛾嗎 欸 欸長蛾的裝備有吸耶 這個 不知道齁 不知道我 我是在什麼 什麼地方換過來的齁 有些可能換一換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不然 呃 我洗一個 洗一個C級的吧 C級的 好 第一個好了齁 第一個 欸 CS喔 欸 那 增加4%暴擊到HP 這個好像加不多吧 好 我們來洗一洗喔 欸 我現在有172個武器 要洗到S級喔 好拼拼看拼拼看 拼拼看 我很久沒洗 上次活動之後我就沒有再洗了 連續相簽齁 然後我們這個 欸 欸 我有按錯嗎 連續相簽 呃 增加4.4%攻擊力到HP 欸 好像 看看喔 比剛剛進步一點點啦 那不然我 我去洗C好了 連續相簽 直到增加一個S級的能力 S級 應該是前面的4是S級吧 呃 好吧 哇 哇 一堆B耶 B耶 跳過了 這樣洗得到嗎 我現在有一百 一百六十幾顆喔 喔 B喔 可是 可是我覺得A也不錯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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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好了 結束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邊洗不要 不要單單只拼S啦 有A級的話就可以留了啦 齁 那 你要拼三個S 不知道欸 我先這樣子隨便刷刷看吧 感覺一下喔 呃 說不定這個一個都沒有 可是你在 你在刷 刷這個相簽也算是解任務吧 好 沒關係就試試看吧 阿如果刷到A就停吧 大不了就是 把一些C換成A也OK嘛 那有S當然是最好 這樣就可以解那個任務了 所以上一次的那個 鑲嵌的那個 機率增加的那個活動 還是 還是蠻有感的啦 我剛開始洗的時候 有出現好幾個A 然後結果 結果都跳過了 然後現在全部都是什麼B喔 B跟E這個樣子 哇 也刷了 喔 B喔 B S看起來也不錯耶 好沒關係 我就設定在A齁 A 希望有一個S 三個S就可以解完那個任務 但是那個任務 其實也是 也就是拿五個溫泉造型而已 所以說 還好啦還好啦 呃 欸 有了 使用 可是這是A的E耶 A的E耶 使用Tap skill攻擊的時候 增加300 無視防禦力 好啦好啦 先留著啦 因為這個A看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好 再來齁 這個是防具 他的任務應該是不論 不論防具武器 呃 那個 那個飾品齁 應該是其中有一個S應該就算了 我們把一些C級的洗一洗吧 不知道機率多低喔 可能有些大大已經把這個機率貼出來了 我比較沒有在注意這個 命運之子的一些 一些攻略 攻略的資料站 因為其實命運之子真的是 算是蠻放置的 就是 就感覺上就是每天領你資源啊 然後看看 看看角色啊 然後掛一掛就這樣過去 有點隨便喔 可是就覺得是說 他還蠻放置 然後還蠻放鬆的 不會讓我覺得是說 他需要做很多事情 啊雖然說那個他有體力制 但是他體力 其實每天在解一些活動 他可以不斷的回 不斷的回 所以我現在體力都四五萬 所以你就 你就覺得很輕鬆啊 因為那個體力 你不會覺得沒有用很浪費 因為你可以存到一個爆料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到了週末的時候 你可以掛個什麼 自動戰鬥一千次 然後打到那個 身上的那個錢都蠻 身上的那個 呃 child都蠻出來了 哇糟糕了 這個防具工藝石已經 不到五十顆了 好像也洗了 喔 好像也洗了 七八十顆了吧 剛剛我記得還有破百耶 喔 一個A級都沒有耶 我是設定A級耶 我不是設定S級耶 喔 所以說 沒有活動 沒有在活動之內洗這個 真的很不划算耶 所以 再加上說 這一次這個 洗到S的這個獎勵 也沒有說多好 所以我看 我看還是放棄好了 哇 連一個A級都沒有耶 哇 不到十次了 6 6 5 4 3 2 1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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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藝石不足而結束 哇 我還達成了一個Mission Pass 看一下 我的金幣也沒有說很多 我如果說這邊要做工藝石的話 很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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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齁 我 我先來看一下我的Mission Pass活動好了 我剛解的哪一個活動啊 這個東西喔 用了100個防具工藝石 100個 然後再來是200個喔 喔 再來是200個 欸 我已經 我已經 呃 等一下 我再78個我就解200個欸 欸 那我在那 我再刷個78次就有啦 78不是87齁 78 欸 防具工藝石 這樣子 那我就打造78個 我再打造38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好不好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打造工藝石 好 這樣子 這樣子我就 我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好 他是點這邊 好 這樣子 那大不了齁 把他洗光光 再洗78次 然後解完任務 好 等一下我就把 我就把這78顆洗完 解那個200次的那個任務 反正都已經洗到122次了 那當然就是自暴自棄把它 再洗完啊 所以說如果說這樣子洗一個A都沒有的話 那代表說我洗200次 不要說S啦 連A都沒有出現 那我看那個S任務還是算了 那個如果說真的是運氣很好的話 天選之人 再解吧 阿如果說像我這樣子 這一次玩起來這麼非洲 那這個任務我看就 我看就不要解好了 等到哪天那個 那個鑲嵌機率 增加那個活動出來 再解好了 欸 欸 對啊 你看這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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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暫停一下 這個快用完了 可是我不能快用完了之後 然後變成一個爛屬性啊 所以我現在 再降低標準 B就好 然後剩下的我去隨便拿一個 別人的爛裝去洗喔 好 這個東西 OK 好 至少洗了 然後 剩下的我把它隨便用掉吧 隨便找一個A級的裝備 比例的泳裝 好 OK 這個是 等一下 這個可能不常用吧 找一個會在前排的 喔 狗哥 狗哥可以喔 狗哥在那個 世界王也是很常用到 好 先把它 這個 欸 滿了 然後我們就連續鑲嵌吧 欸 B級就好 B級就好 喔 真的是B級欸 呃 繼續 繼續洗好了 欸 要繼續洗嗎 無視防禦 抵消290 好像也可以齁 好 那人魚呢 比例的服裝 嗯 哇 沒有辦法再往上升了 再看一下 喔 它都是吸吸吸喔 欸 好啦 第一條好像不怎麼樣齁 洗一洗洗一洗 好 快洗到100次了 啊 快洗完了快洗完了 快洗完了 4 3 2 1 1 好 什麼都沒有齁 噔噔噔 那個Mission Pass的任務跳出來了 所以我洗了半天 都是一些爛東西 連A的都沒有 好 然後這個是 欸 這是防鋸的齁 洗了兩次 欸 這個算是可憐你的 呃 這個算是 那這些我覺得 呃 還還要再解嗎 一個一個A史都沒看到 使用100次武器工藝石 對啊 那個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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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小小的回饋吧 讓你不要太難過 好 那我 那我這個的話 我就把它洗到 這個喔 秋牡丹喔 呃 欸 對 這個還要打造欸 哇 重點是那個什麼 呃 金幣不夠啊 這樣子洗 欸 洗 洗到個C級就好 攻擊力到敏捷度喔 洗個 洗個 洗個HP或是攻擊力吧 喔 好了好了 欸 CS啊 好吧 OK 那這個 呃 這個任務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運氣不是很好 那另外剛剛抽了很多呢 來把它這個 提煉成搞馬腦吧 剛剛抽到一堆三星喔 因為剛剛抽了12 12加14嘛 為了抽這一次的這個活動角色 所以應該可以練出一堆的這個搞馬腦 然後順便再把那兩隻新角色技能升一下喔 也算是這個 欸 我剛是不是放到四星了 好 沒關係 也算是把那個每日任務做完了喔 呃 一個水屬性的 一個納普圖跟一個木屬性的 水屬性的納普圖在這邊 好 這個也算是每日任務 解一解 好 解完了 然後隨便給他們穿個裝 裝到時候就是可以 欸 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狗狗的願望喔 把我們派上去喔 不要死太快 好 這樣子給他們穿個B級就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木屬性的 呃 維納斯在 底加 好 稍微升一下 拿來打這個 故事地下城的活動 喔 他生了一星喔 所以他的那個技能可以到2階 好 隨便穿一個 穿個B級就好 欸 怎麼會有一件這個家事我的衣服在那邊啊 我是不是有點 把哪一隻角色的衣服被脫掉 好 那影片就大概到這邊吧 然後 這個期待下週的更新喔 水球妹啦 水球妹啦 我換一換之後 水球妹的那個裝備被我換掉 OK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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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卡